嗨,我是Wincent Ma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多謝Anson剛剛讚好 有今時今日 好 現在翻譯一比六月 那麼... 開始了嗎? 是的,開始了 時間關係呢 其實我已經組裝了 那麼... 這隻見了街味嗎? 請問這隻見了街味嗎? 這隻... 代理說今個星期出了 今個星期出 所以應該出的 不知道見了街味嗎? 因為他不讓我上個星期... 播嘛 是的 那麼就... 大家看到了 這個潛水的... 機甲 其實這個系列也出了藥乾石 大家都知道如何玩法 代理未預訂才知道 應該要這個星期才出 是啊 是的 新穩了吧 是啊 現在這個潛水艇比較敏感 我覺得這隻是安全很多的 因為... 應該是經過軍隊的測試 不是這麼化學的應該 那個真是... 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那... 這個呢 剛剛以為要組裝 但是這隻是不用組裝的 沒有任何需要組合的模型部件 拿出來便可以玩 那... 首先呢 就看看駕駛艙和駕駛員 那... 今次駕駛員呢 我覺得是漂亮的 因為之前有幾隻呢 我自己就... 不太喜歡駕駛員 和機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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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機械呢 是一樣顏色的 我覺得很不俗 尤其是蓋了駕駛艙蓋之後呢 就完全看不到駕駛員 那... 這次呢 這個... 藍色的... 機體呢 就配上一個橙色的駕駛員 就很適合了 希望以後都是用這一種... 這樣的... 美... 這樣的哲學去... 繼續做這個Dialcon 因為呢 就是... 白色機加白色駕駛員 雖然我明白的邏輯 但是呢 沒有東西看咯 那... 駕駛員的下半身呢 是有些藍色的 那... 還有今次這個顏色呢 是很漂亮的 這個藍色很漂亮 就是... 呃... 都很老套地說一句 就是... 就是... 很實 而且因為... 今次這個機設呢 它有一些圓位呢 它圓得很漂亮 所以就... 那個感覺是... 今次這次是... 外形很漂亮 那... 大家都... 現在... 都明白了 今次這個是一個潛水艇來的 那... 這個駕駛艙的潛水艇呢 不知道這個機設呢 另一個名的潛水艇機子呢 我就覺得好似... 雷鳥拯救隊的... 四號機潛水艇啦 怎樣啊? 兩位攝影師可以嗎? OK是吧? 不知道大家覺得... 如果這隻是黃色的話呢 就是... 這個... 雷鳥拯救隊 這麼多? 前面OK的 國色調換了一些 是吧? 要我是摩卡 叫德國 OK OK 其實OK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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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這個... 我覺得這個駕駛艙來講 這隻是幾簡潔 還有... 是好像這個... 曾經有過的潛水艇的 科幻機設 雷鳥拯救隊 好了 那為了時間的關係 我不一一組裝了 就索性馬上變成這個... 機械人形態的駕駛艙啦 就... 組合去這個... 機身那裡啦 那玩法呢 大家都知道的啦 就是... 左右和下面這樣去... 夾上去啦 玩得好 這次這個機設呢 我自己覺得呢 在外形上呢 是挺出眾的 挺漂亮的 而這個系列來說是... 首先是顏色就很討好 這個... 灰藍色 撞了一個非常鮮的... 芒果王啦 那另外有一些... 金屬色啊 那... 你看到旁邊啦 那... 有很多附帶件的 那... 這個... 類似推進器的東西啦 手肘呢 都有些輔助翼啦 大腿有個類似飛彈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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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 就会有眼睛发光的效果 首先玩了一只脚 只要把脚板移出来 就是挖鞋 是不是很帅呢? 说明书显示推进器可以这样放 推进器作水平形态 可以去探索 太太力的蚕鞋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觉得这个 有少少这个 潜水源的感觉 拿着一个鱼叉 加上这个挖鞋的造型 伸水非常之好 然后玩几个变形 首先我也是跟着 说明书介绍的变法 它通常都是一个 半机械人半载具的形态 再加一个 很伟基利 这个系列通常都是教你这样玩的 首先拿走那个鱼叉 德哥如果拍不到的话 放心 也是收回拳头 其实它这个主体方面 差不多每一只都是standard的 扣造 都不用太多介绍 主要都是颜色不同 而且是玩配件的 其实它挺好 其实它改了一点 就可以将 宇宙 海 绿 空 出了四个版本 再出你一个他妈的 marine type 即是出了八个版本 玩手不错 你再加一些补品件 你真的卖身也不行 这只脚就当是手 其实之前那几只都是这样的玩法 无意捕捉 merchant mode 不知英文是什么 它的一个 gimmick就是 刚刚那对挖鞋 是可以 分开的 变成钳 对了 就当是钳了 其实挺好的 这个设计 简简单单 风劍游人 其实是挺搞笑的 好了 接着这个 载具形态 将那个 推进器 首先 它那个 类似潜水艇的 控制塔 将它 水平的 移动上去 然后将 推进器 拉下来 大腿也是 这样 对接 不好意思 可能大家看得不清楚 其实这个变形 也是很简单 也不可以说 太实正 就是那些位置 你跟回说明书 这样屈法 但其实就没有说 有些 很实正的卡位 这个是 这个系列的玩法 好处就是 你可以自己 因应你自己的喜好 去 调教角度 可以这么说 先看看 哦 哎呀 sorry 不收拾了 水 跌了一只 半只脚趾 因着地板精灵 有点害怕 我靠你完結這部份 你呼籲一下大家再說一下比賽 好 那我就快快變成潛水艇形態 這隻的外型真的非常討好 無論顏色 機械人形態 潛水形態 這個 整個叫什麼系列 Tactical Mover 他每出一隻的感覺 坦白說全部改了一些東西 但是給人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是 而且真的很有驚喜 外型又漂亮 顏色 手感 都是 唯一如果你說真是 我現在也很少聽到有人這樣說 但是初初推出這個系列的時候 我想有些師兄也覺得 跟元祖Diacrum的方向好像距離很遠 但是大家都接受了這個系列的玩法 第二的地方就是當你變成了這個 載具形態的時候 我變得不太漂亮 變成了載具形態的時候 它就 其實都 挺是正的 有些 有些天生五號科學太險隊的感覺 哇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呢 藍橋 藍橋 它還有那些觀景器 是可以在後面 噴上來的 哇 多似 似無似 是的 雖然它的駕駛艙在前面 但是這個類似藍橋的東西 真的是 好 好正 雖然這個藍橋和我的駕駛員 好像不太適合比例 我覺得 不過這些只是意思意思而已 那麼 我覺得這個系列是其中一種非常優秀的產品 就是外形的關係 還有那個 就是它無論是機械人形態 還有那個 在局形態 都是 很有說服力的 外觀設計的 確實 是的 剛剛監製提到我們一次 就是說 現在 Hobby Weiser那邊 正在舉辦一個 Diacron的原創機設比賽 有一點規矩的 好像是不能夠多過 十 就是不能夠使用多過 十件產品 去組合你 自己的這個機設的 那 就 還有 好像還有幾個星期的時間 給大家參加 那麼 詳情可以上Hobby Weiser那邊看 那麼 那獎品都算是 頭三名都幾豐富 尤其是第一名是 這個 Robot Basic的上半身 那麼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那麼 還有 最終的頭三名的勝出者 是會在這個七月底的動漫戰那裡 公開展出你們的優勝作品 好 還有一句 喜歡不喜歡也好 想挑戰一下自己的創意 又或者其實你根本已經是一個 中了DACON 極度深 反而沒有機會發洩的話 這次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了 你用十件 創造出屬於你自己的DACON 你究竟是中的還是奸的 還是可以將兩個派別 兩溝 而又做到一種非常之狂野 而又正統派的機體出來呢 記住 記住 參加這次DACON的創意製作比賽 是這麼多 記住本身這次的評判 除了現在看到的美女 還有大家喜歡的肥嘟嘟真主之外 還會有第三個重量級的評判 是 升級評判 梁榮忠先生 本身其實三個在這個DACON的世界裡 都已經戚測了很久了 究竟你的作品 會不會勾到他們的興趣 以及得到他們的垂青之餘 令你贏得到這個DACON最強大級數的 你的上半身呢 我們是非常期待你的參與的 謝謝德哥 好 我都推不了這麼久了 玩著這麼久 待會見